哇哦,你果然是一只聪明的小青蛙 我们一起做游戏吧 不过你还要帮我们分分组哦 现在前的宝贝们,咱们一块来看一看 他们要做游戏,要分组,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一块来看一下这一道屏幕吧 话说啊,这会儿做游戏的小青蛙的总之数呢 一共有68只 他们要怎么分组呢 他们是要求这样分组啊 要求的是刮二队的这个挖数是刮一队的两倍 刮三队的挖数呢,是刮二队的两倍 还要再多五只 请问,咱们能不能帮帮忙帮一帮小青蛙 帮他们分一分组,让他们快乐的做游戏呢 咱们来看一下像这样的问题应该怎么办,好不好 首先我们来读第一句话,说这个时候青蛙一共有68只 我很明白的知道这个指的就是青蛙的支数之和 那么和被问题里边咱们就已经知道了其中的一个条件了 接下来的倍数呢不太一样了 是怎么不一样了 它有几个倍数呀 还有首先第一个,刮二队是刮一队的两倍 这是其中的一条倍数关系 对吧 另外一条呢又说到的是,刮三队是刮二队的两倍 还要多五只 是不是 他还要多五只,这是刮三队和刮二队的这个倍数的关系了 也就是说这一个时候,我们倍数关系怎么样 有很多,对不对 有很多,这个和被问题呢 值得还是两者之间的和被问题吗 就不是了,它是三者之间的和被问题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做题的基本方法还是一样的 最关键的一个点,也就是找出它的和所对应了几个完整的倍 除一除就能够算出一倍数多少 也就是这里边最少的量是多少了 只要除一除就可以了 可是呢,要找出这样的一个对应关系的话 咱们呢,要通过画图的方法来找一找 是不是才更直,更直观,对不对 那么这样说到画图的话 那么咱们现在只快乐动笔了,画一下吧 首先呢,先写名称 一对,二对和三对 人数多或者这里边的,找的这个数量多没关系 咱们只要根据条件把它的倍数关系表示清楚 再怎么多,这个问题还是一样的好解决 那好,那么平常呢,咱们说一倍数 咱们是应该先画一倍数,对吧 也就是最少的量了 在它三者,在三个数量之间的时候呢 咱们也应该先画最少的量 一块来判断一下 刮一对,刮二对和刮三对 到底是哪一对的人数 这个挖数啊,应该是最少的呢 说,刮二对是刮一对的两倍 那么刮二对的人数多于刮一对 对吧,又说到 刮三对是刮二对的两倍还多五人 刮三对是最多的 那么刮一对的人数是不是就应该是最少的了 因此咱们在画图的时候 应该先画的是刮一对的这个线段吧 对不对 咱们先把刮一对给画出来 一倍 一倍数有了 那么刮二对是刮一对的两倍的话 那就应该画几个这样的一段呢 是不是应该画两个这样的一段 刮二对是不是就应该变成了这个样子 那么再看啊 刮三对是刮二对的两倍 还多五只 因此啊,刮三对首先要画的是两个这样的线段吧 对吧 换句话说就是要画四个这样的一小段了 对不对 哎,它是刮二对的两倍 咱们先把两倍这里给解决了 可是呢 还多了五只 所以它背后是有个小尾巴的 这里有五只小青蛙 是在这里的 对吧 根据倍数关系 把它们的倍数 这个关系画完以后呢 是不是还有一个和没有表示出来 它的和就是总的六十八只 做游戏的小青蛙了 那好,那么现在呢 我们来看一下 此时这个六十八对应的就是几倍数了 一倍加两倍是三倍 四五六七七倍数 可是是整个七倍数吗 不是 是七倍数还多了五只 对吧 那么把它的图画出来是这个样子 七倍数多五只 对不对 那此时它的和呢 首先我们找六十八 那么和是七倍 多五 不能除吧 不能直接用六十八来除 一起这时不能除的 对不对 因为它不是完整的七倍 那怎么办 多减少加凑准倍 多的五只怎么样 先蒙住不看它 先蒙着这个五只不看 把它的和和这边都对应的减少五只 那么此时呢 它的和就应该变成了六十八 减五等于六十三只 对吧 那么倍数就是一个整的七倍了 此时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好做了 和是六十三 倍数是七的话 除一除就能算出一倍数 这里吧 一倍数是刮一对的量 六十三除以七就是九只了吧 九只 一倍数有了 那刮二对呢 两个九 二九 一十八只 对不对 那么刮三对的计算 稍微有点麻烦 它是几个 四九 对不对 可是四九三十六 刮三对就只有三十六只吗 并不是 刮三对是不是还得再加上 刚才蒙着没看的那五只 对吧 这五只只是暂时先不看它 可不能不要它哦 所以刮三对挖数的计算呢 应该用四乘上九再加上一个五 等于的是三十六加五四十一只 此时把题目答完这一道题呢 才算做完了 对吧 那么在这一道题目里边啊 其实说的是三者之间的这个合备问题了 三者之间的合备问题了 其实不管它是三者也好 或者哪怕它再多一些也好 都不怕 咱们呢 还是怎么样啊 通过先找它最小的量 把一倍数画好 然后一步一步的 把每一个量呢 都用相同的这样的线段 给它表示出来 找出它的合 多减少加 凑出整倍之后 算出一倍数的量 整道题目 是不是都很轻松 加愉快的解决 对吧 好了宝贝们 这道题呢 咱们就先说到这里 你听明白了吗 孩子们 今天的学习呢 到这里呢 就告一段落了 在今天学习 合备问题的过程当中呀 我们知道了 怎么样解决合备问题 同时呢 也知道了合备问题 它译错的继续点 是什么 其实合备问题 只是咱们解决应用题的 一个工具 其实咱们的就是 再以这几个数核 又与这几个数 备数关系的情况下呢 我们是可以通过 找合与费的 追应关系呀 把这几个数 给求出来的 掌握了这种方法呢 对于咱们在以后啊 学习应用题的过程中 是非常有用的 好了 今天的课 就先到这里了 宝贝们 咱们下一节课 再见咯 拜拜